监视器拍下,画面左边突然有人倒在地上,动也不动,这名骑士骑车自摔,没想到还当场羞客昏迷 他们家人觉得他怪怪,好像咳了好几天,觉得这样子不对,要赶快报,就是赶快来医院看 住户人员紧急将人送医,抢救后还是不治 事故现场其实还停在路边,拖鞋掉在车旁,还有口罩挂在车上 现场并没有撞击痕迹,死者也没有明显外伤 但听到他的症状可能染疫,附近民众都不敢靠近 住户人员到场时,发现骑士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虽然家属有告知他有非常严重的咳嗽情况,但也顾不了这么多,也当场帮他施行CPR 事发在凌晨一点多,台北市南港东兴街 60多岁的王兴男子因为发烧多日不断咳嗽,坚持自己骑车前往医院就医 其女医院担心骑另一台车陪同先到了医院,才发现他没跟上 他只差200公尺就要抵达,却在途中自摔倒地休克,抢救后仍然不治 由于死者曾有咳嗽,发烧体虚等症状,不排除可能染上新冠肺炎 目前快筛呈阴性反应 但慎重起见包括妻女处理的远警救护人员都先自主健康管理 虽然警方当下都有穿好防护衣,戴好护目镜才到现场作业 但症状太雷同也有机会阴转阳,难免还是会让人担心 TVBS现场目一会关于泰鱼宝豆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,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